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臣 今天我們來玩一個新的手機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冒險與刮礦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款遊戲 近來都很熱門 就叫做掛機類 或放置類遊戲 在外國裡面是很有名的 而且我有幾款玩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自己去找找 這些掛機遊戲其實是非常好玩的 又不是很刺激的 但它是給你那種感覺 慢慢升級上去的感覺 你越來越厲害 我覺得很棒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的冒險與刮礦 都是一樣 都是一個放置類的遊戲 不過剛剛進來 我有很多事未做 我們先做過 第一件事 我們有一個日常閃燈 就是要經常說 每天回來 它每天簽到 我們簽完之後就有石送 其實挺好的 但是呢 我反過來 這個是一個貼士來的 如果你一直保持著 每天簽到 它有時候會送 百零二百石 如果你存夠石 我建議你真的 不要 這個遊戲 很重要就是 EXP和錢 你寧願抽少些金角 但是你要多些錢 所以我會推薦你 一定用九十石 去買這個經驗 以及用九十石 去買錢 為什麼呢 一會兒會跟你說 為什麼 真的為什麼 第二件事 我們先看看活動 應該活動有一個東西 端午簽到 端午字 端午字也有東西要拿 OK 我們回來了 第一件事 我們說過冒險與刮礦 那就是只有兩件事 就是冒險與刮礦 我們不如說一下冒險 第一件事 掛機遊戲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直放在這裡 它就會自動去打某些東西 打某些東西的時候 你所當然 你的隊伍一定夠厲害 所以剛才我們說 為什麼EXP和錢 這麼重要 第一件事 你看到我現在整隊 是很多金角的 理所當然 他之前 就給了一些石 我就抽 很幸運抽了幾十隻出來 還有抽完之後 他之前剛剛新開服的時候 他之前有一個活動 是預先登陸的 他就會送了幾隻金角給你 好了 我們剛才就說 為什麼這麼重要EXP 就是這一下 你看到我這隻曹操 其實其實也挺厲害的 我們就要升他 每一次level up 就會不斷浪費EXP 你看到剛才我已經升完之後 我已經沒有EXP 是剩下1.2 1.21m 不是 非常之少 另外我們說錢很重要 就是錢我們 當那個角色去到最盡的話 他要重新 如果大家玩過掛機遊戲 平時很多時候 都有些掛機遊戲 就是去到一個level 一個頂點 他就會叫你重新 當你重新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一些獎勵 雖然遊戲就會重新來玩過 比如說第一層開始玩過 但這個遊戲 就不是從第一層開始玩過 是把角色變成1.2m 你就慢慢升上去 所以其實很痛苦 你看到EXP是不夠 所以我們就要用錢 去覺醒我所有已經封頂的角色 原因是因為他們覺醒之後 其實更厲害了很多 所以我們當然是覺醒 對不對 但是錢你看到是 巴巴聲的沒有了 因為每一次升一隻 我們要用5.5m 噢 整個遊戲很缺錢 好了 我們說完我的隊伍 當然是來打 對不對 你看到戰鬥事件 不停閃閃閃閃 我們先按一下 開始戰鬥 你看到我現在的隊伍 這遊戲是52萬血的 一夜砰 41萬血 很厲害 我那時候真的厲害 整個東西這樣衝過去 好 殺了 Yeah Factory 戰鬥力提升200% 不是200% 提升200 其實它有時候也是這樣的 你打完之後 它會有些 隨便的獎勵給你自己 那我們就跳到下一關 但是下一關你看到 是要等20分鐘的 所以這個遊戲 為什麼叫掛機Game 就是因為 掛機Game通常 都要等一段時間 但是你等的時候 不要以為只是只等 其實有其他事情做的 我們剛才說 冒險與掛礦 掛礦是什麼 我們先說掛礦 有一個掛礦的東西 掛礦呢 你見到安全網 我們掛礦 在這個叫礦區 我們有幾樣東西說 第一件是叫礦區 礦區 裡面就是我要掛礦的 你見到 我的礦坑是掛到超級深的 我原本一開始在這個位置 我是掛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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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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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跟著條路先 你見到我的手不停拉 是不拉 去到哪裡 去到這裡 還有 還可以下 去到這裡 應該停 我記得是去到紅色這裡 因為 這些紅色這些是掛不到的 我記得是按不到下去的 因為其他 譬如說這些斜坑 我一掛下去就一下子 這樣就掛到的 這些掛完的礦石 你見到這些金 我們即掛就即時有的 這些掛完之後 有什麼用呢 好了 我們跳一跳出來 剛才你見到 有另一個東西在閃著 就是這個熔兵強化 剛才我想說那些石 就是用來強化這東西的 剛才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這東西叫脫衝少女 其實裡面的角色 很多都是隱隱悔悔跟你說動畫 或者是一些人物 例如說這個脫衝少女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再下一點點 我給你看看 有一個你也可能會猜到是什麼 不是這裡 是在我自己那裡 用兵列表 我應該有一個 這個 看不見到 它叫阿仙娜 我想大家都應該猜到 是哪一個 其實它Cross Over 有很多動畫的東西 都挺有趣的 剛才就是說 那些石 就是用來強化我的東西 比如這個 充少女 我們強化它 90% Yeah 強化成功 對 我們的石 就是用來強化 我們的人物的% 另外旁邊有一個 攻方的東西 就是給我的懶人 我不想逐格逐格點 我一次過 譬如說我排程 我要它下去 四十多米 直排完程之後 我就完全不用等了 我基本上每一次等完 時間之後 就有回那些石 我不用逐一下自己打 非常方便 好了 我們繼續說回我們的 冒險 說真的 剛才我們不是說 我們將要強化這麼多個角色的話 我們要用的石 其實都很恐怖 但是我們有一個角色 我很想在這裡強化 第一件事 我們有一個魔法信長 我強化到 去到二十幾層 是很厲害的 但是我想反過來強化下面 這個叫做 曹操 你看到強化成功率是低到一個點 如果我用100%成功率 就是要用石 但是呢 理所當然 我們不會用石 因為我看到我的資源這麼多 其實我可以搏幾次 40% 不是不行了吧 來吧 來吧 你看到經驗值高低 成功 YES 40% 接著就到30% 30% 其實我呢 我真的會想算是用石 但是 我們搏幾次 我不用石 試一下不用石 30% 看看行不行 來吧 唉呀 不行了 你看到 一失敗之後 我就沒有了所有 這些礦物 我就要等時間 所以這個遊戲呢 絕對是 不是說 很浪費你 很長時間去玩的 因為你只需要 每天有空 按兩按 等時間之後 譬如說 你吃完飯 去完廁所 嗯 接著就回來玩 就你看到 噢 全部東西已經在了 準備好了 你看到 剛才我們拉落少少少掘礦 有個叫做 地下探險 我都說 錢很缺的 我們當然是 來這個沉金之旅 來吧 打沉金之旅 土豪 你打過 滅世一刀斬 哎呀 差少少秒殺他 我現在的攻擊力超厲害 那隊人真是 開心仔 理所當然 剛才我說 我那隊人是非常厲害 另外還有一件事 當然是跟其他玩家玩 就是這個競技場 你看到我有很多人要打 我們逐個逐個打 菊花紅 看看我怎樣秒殺他 可能我被人秒殺 可能我被人秒殺 因為 他這遊戲 是好看你的隊伍 是有什麼組合 例如有些叫做先手 你看到第一把劍 十三 我十三即是 我十三速度先手 對面有三十九先手 如果他可以直接秒殺我的話 他一定比我高 但是呢 勝在我防高過他的 對 我防高他一點點 那麼理想當然 高一點點就是那一點點 所以我就贏了那一下 那麼呢 我們當然要 我們可以 極速跳過所有的PVP 因為呢 我們很方便 很快地 去贏了幾場 OK 贏到了 唉 好難打 現在那些隊伍 很厲害啊 那些隊伍 真的 他們 他們玩了很久 拿了一個排名賽 不過排名賽就不要說了 我 真的打不到 我打最底那個 最底那個 我贏了 我竟然贏了 好搞笑 我竟然贏了 我之前沒有一次贏過 這個排名賽跟剛才PVP一樣 差不多了 基本上是 你 打得更高的排位 就會越來越高 那拿到那些 剛才那些獎牌 獎勵 就可以換東西 那你就 你見到這裡 很多換東西 其實我可以換一件 就是換這個 金色英雄禮包 但是換之前呢 我想看一下 先 因為我們召喚 其實呢 剛才說的金帳 為什麼這麼多呢 其實不一定是真的抽 因為它有一個叫 天空神殿的東西 是可以在這裡拿的 我們先看看 這次換的是 閃光的 叫做獸女 不知道是什麼 大型天 也不知道什麼 還有一個叫獅王 都不知道什麼 可能我沒有看過 我不明白是什麼 還有你見到 服部半狀 趙子龍 三角都有 愛麗絲都有 這個是什麼 沒有電 為什麼我每次拍照片 都沒有電 有個觀眾跟我說 為什麼每次拍照片 都是沒有電 因為經常掛著打機 好了 我們先兌換獎勵 剛才那些東西 都不是太漂亮 我們不如兌換這個 金色英雄禮包 先兌換一個 這個可以獲得一個金色英雄 所以為什麼說我這麼多英雄 絕對不是特別的方法拿回來 全部遊戲裡面有的 好了 我們有兩個金色英雄禮包 就是等著這個時候了 好 我們先開開 這是什麼 看不到 這是什麼 這是一條龍 好 我們先開開 剛才我們有一個 就是一條龍 就是這條 但我原本已經有這條龍 誰不知 他有給我一個比賽魔女 他給那兩個我都有 我全版都是金色的 但我剩下石 不如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在最後抽完 看看我可不可以抽到一隻金色 其實 我還沒說一件事 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這個遊戲 剛才你看到的招式 全部都是因為 它有一個特殊的組合去開 例如 剛才我說過阿絲娜 我們先看看 它有一個叫做 合作技能 你見到叫做 名戰無雙 有脫衝少女 比撒魔女 阿絲娜 和小魔女 其實我是欠一隻小魔女 但我看到剛才那裡 我可以換小魔女 但我是要150個獎牌 是很難拿 其實我欠這隻小魔女 我可以開到的招式 叫做 文字無雙 王者等級提高6 閃避提高6 非常之有用 閃避就是剛才 如果它出的技能 是有機率可以閃走 所以 我看看可不可以好好地 我抽到這個小魔女 來吧 十連抽 想怎樣 全部都是藍色紫色 哈哈 一隻金色都沒有 唉 好了 我們把藍色紫色 解僱它 走吧 不用見到你 我們解僱它之後 就可以拿回剛才那些碎片 那些碎片 就讓你再 再拆過 好痛苦 看到這些石 唉 我等不到小魔女 她等到還沒有 唉呀 所以呢 這隻遊戲呢 我也看到 我拍了那麼久 她還是等了那麼久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玩這些遊戲 絕對可以玩 因為 絕對不是浪費你很多時間 你基本上 只是每天按幾個按幾下 那就一定可以的 好正呀 我好主玩架 掛機遊戲的 好了 差不多九小時了 我們 因為都沒有什麼掛了 好 我們去到今天 那麼多 遊戲呢 在概括下 下方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